月餅店内员工正准备忙着要出货 突然碰得一声传出巨大声响 外头铁架物品全被撞进店内 把员工吓坏了 根本搞不清楚发生什么事 当时一台红色轿车完全没刹车 从7楼撞进店内 整片玻璃门被撞碎 事发现场乱七八糟 轿车玻璃散落一地 店内百合的月餅四散 宛如被轰炸过一样 时间就发生在24号晚上6点多 糟状饼店就在高雄凤山的文凤路上 当时女驾驶要到店内购买月餅 却突然叫车失控 误把刹车当成油门踩 整台车往右偏撞进店内 店家损失百万元 秀出一盒和中秋月餅 里头月餅碎得乱七八糟 正直赶着中秋出货 还有大量订单要出 让店家很头疼 我们的员工受到了很大的惊吓 还好前面有两座架子挡住了 所以所幸没有人员伤亡 在月餅的盒数是百 一百盒以上跑不掉 那还有那个客人的订单 这一状所幸没人受伤 至于赔偿问题 女驾驶机和店家达成和解 买饼太心急 这涂起来的暴冲意外 让双方都暴受惊吓 三十位黄志宗高雄报道